自己LSG开起来怎么样 跟我去上班 我给大家聊 因为今天有摄影小哥 跟我一起去上班 所以我们要体验一个 自己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他的座椅调整 他的前排副驾 是可以直接调整到一个折叠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方便 这样呢我们后排小哥 可以更好的来拍摄 整个前昌的动作 可能很多人开到自己LS7的 第一个奇怪的感觉 就是他的这个半幅式的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你开熟了的话 其实感觉体验也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方向盘最重要的一点 是会让你保持非常正确的驾驶的姿势 你的两只手都会握紧了他的39点的方向 如果你一只手 以前像这样拿着方向盘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呢可能有一点点麻烦的 就是如果你需要掉头的时候 这个转动方向盘会麻烦一点 但是呢日常的左转右转 这个方向盘其实还挺舒服的 OK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二环高架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开启它的巡航模式 很简单 直接拨两下 直接它在高速上的这种车道巡航的辅助就会开起来 然后呢可以非常方便的以及安全的来让我们进行驾驶 当我们看到它的两条车道先变成蓝色以后呢 它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巡航模式 然后呢它的这个速度的调节是在左侧的按钮 然后它的距离调节是在右侧背后的按钮 整个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虽然它没有那些英文字符来指示你应该要做什么 其实之前只要你开过特斯拉 我觉得它整个的上手其实是非常的快的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自己LST的类似吧 其实我开过那么多车 我也依然觉得自己LST的类似是非常的有这种科技豪华感 首先一个贯穿式的大连屏 横在你的前面你会觉得非常的有科技感 同样中间的屏幕也是它的基本车辆的一些操作 一些设置 基本上你在驾驶的时候呢 其实是用不到这块屏幕的 你可以通过语音完成非常多的操作 比如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你好自己 在呢 打开座椅通风 甚至我们也可以习惯听一些蓝牙什么的 其实你只要直接的打开手机的这个APP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一下 你好自己 我来了 播放蓝牙 好的 这就播蓝牙音乐 我个人比较喜欢听小宇宙这款APP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如果突然有事情 要专注于开车也很容易 你好自己 我来了 暂停播放 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整个仪表屏幕上 有一道蓝色的光线在动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你在行驶车道的时候 你应该靠左还是靠右 因为它这个是跟它的导航来进行联动的 所以其实你要左转的时候 你要右转的时候 其实你看这个光带条就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说一下它整个的座舱的豪华感 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全部都是这种软柴子的皮革的包裹 然后座椅也是NAPA的真皮 真的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 包括它的这种面板都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柴子 这种柴子你看上去是塑料的 但摸起来非常的轻肤 会带来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 而且包括它的整个的中央操纵台的两侧都是软的 当然整个的坐姿其实是非常的高 作为一款中大型SUV的话 空间感是非常的宽裕 你看它的横向的宽度已经超过了两米 所以我的膝盖也不会说碰到整个车辆的什么硬的地方 同时可以看到它头部空间也是距离全景天步非常的远 所以有人担心是不是太阳太大的时候晒着会非常的热 但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因为它使用了这个三层的这种涂层可以非常好的隔热隔赛 然后因为你的头部距离你的全景天目还是有非常大的距离 所以热辐色也到不了你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整个的驾驶体 我觉得在自己LS7上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让我们来聊一下自己LS7开起来怎么样 首先我们选的这款车是一个后驱版本 就是带了一个250千瓦的电机 其实这个版本在成都这样的地方开起来其实完全是足够了 因为它的续航里程足够长 并且它250千瓦的电机其实相比于宝马的735Li都已经是非常的给力了 你要知道宝马的735Li3.0T直列六康的发动机也才200千瓦 740Li也就280千瓦 所以这辆车中大型的SUV能做到250千瓦的单电机的输出 在城市里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充裕了 不过当然它的整个的车身重量基本上净重就是2.4吨 相对来说可能车身会重一点 整个的加速性能什么的相比于会下降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真的在成都这样的平原地区 冬天又没有什么积雪是完全的足够 你只需要看后续就行了 在底盘方面 自己LS7真的是一个满配的水准 前双插臂后多连杆 并且还带了双枪的空气悬挂和CDC的可变主尼的悬挂 整套的减震器和悬挂乃自于康体也就是大路 其实是非常好的水平的 所以其实整个车你如果在舒适模式开起来的话 我觉得它在平整路面其实舒适性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你在低速的情况下过一些减速看 它整个车身的平缓度跟柔和度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因为这款车比较重 所以它的后轴你是明显能感觉到会硬一点 然后整个弹跳会多一点 比如我们碾过这个路面的接缝的时候 你能够感觉到后轴还是会跳下的 虽然它采用了空气悬挂 也用了可变主尼的CDC的减震器 但是整个的动态 我觉得还是偏向于欧洲人喜欢的 比较有韧性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驾驶模式来进行调整 比如你在驾驶模式里面你可以直接的挑到运动模式 那么它的整个的感觉会来的更加的运动 首先是转向是会变重一点 然后踏板你也会感觉是会硬一点 另外呢 它的整个的包括像动轮回收啊一些 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最重要的就是车身高度会降低一些 整个空旋更加的硬挡 它的刚度会变强 然后再加上更大阻尼的CDC的悬挂 你会让整个车在车道中间开起来 就会觉得哇 这么感觉大的一辆中大型的SUV开起来 还是特别的灵活 特别会在一些弯道上以及三路上 你会觉得开起来得心应手 但是呢 它的后轴也很明显的 会更加的跳跃一些 当然一般的话 我觉得你就直接选择舒适模式就OK了 如果你觉得这几个模式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你其实可以在它的个性化设置里面 你会发现非常多的细节的设定 包括自动踏板力 然后它的空气悬挂的高低 然后还有动轮回收这些 通通都可以调 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各种各样人喜欢的这种驾驶风格 我觉得这个还是中国智能电动车能够给到消费者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吧 不是说就仅仅是两三个模式 然后还有两个点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首先是转向手感方面 不管是舒适还是运动 我觉得自己LS7的转向都是调得非常的舒服 一方面呢 是非常的这种有油润感 舒适感的情况下呢 它其实也能做非常好的这种方向的变动 一点也没有那种过于轻盈又或者过于沉重的感觉 运动模式下呢 会稍微重手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整个的体验还是非常的线性 而且整个转向的敏捷性也是表现的非常的好 虚伪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另外一点啊 就是它的整个的动轮回收 我觉得做的是非常的让人惊喜 即便我现在是在一个强动轮回收的情况下 我觉得也没有出现可能一些车型突然的那种急杀的情况 也不会说让你整个人觉得非常的难受 如果你在这个个性化模式里面把动轮回收 比如我们调到这种相对于比较低的模式 甚至它可以完全关闭 其实完全可以滑动非常远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就跟开一般的油车或者什么 感觉就非常的接近了 其实非常的平滑非常的舒服 OK 开了30多分钟就到我们公司了 其实是感觉非常的快 因为今天没有堵车堵车的话 其实还能聊得更久一点 总而言之 自己LST给我的感觉就是 科技感豪华感真的是把握的非常的不错 然后呢 它在整个的驾驶动态上面呢 其实我觉得是相比于理想啊 这样的中大型SUV的话来的更加的紧致一点 其实有点像小鹏G9甚至还比小鹏G9要更硬一点啊 整个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符合于喜欢奥迪啊 大众宝马这样的中国国人 但是呢 它拥有一个更加智能化的体验 也难怪啊 这个奥迪要和自己合作了 OK 今天就聊这么多 下车去上班了